我覺得大家都要教育自己家裡的長輩 因為長輩都是沒有在管 他們一直都在吃隔夜 然後重複了 非常不好 可是長輩都講不聽 所以我覺得大家真的要回去管管自己的長輩 因為其實也是希望他們身體健康 因為長期吃都會出問題的 所以我現在都很嚴格 我媽只要冰冰箱 我就說丟 丟丟丟丟 喔 沒有是之前就慢慢瘦瘦下來 然後才有辦法穿這樣的衣服 老公喜歡 這個我可以講一下 因為其實我們在所有的上架流程 當然就是會經過所有的敞開會議 可是她角落有一些工 因為之前早期不是我記得 還有一些什麼醬油啊 什麼那一類的 其實在三年前 我們其實都已經做好所有的機制 跟法務討論 然後還有所有的工廠license 它必須要有 沒有這些東西 它是完全沒有辦法 連上架談都沒有辦法的 然後那時候因為剛好疫情 又有那個後殺 就是食品有常溫食品 它要經過後製殺菌這一道 所以那時候我們其實經過蠻多的審核 然後包含也在跟那個保險 產物險 對 產物險 該保的保險其實都要保障到 對 所以到現在其實基本上 我覺得那個所有的層層把關 其實它是有一定的難度 它不是說我今天可能認識 或是覺得食品很特別 它就可以上 它是完全沒辦法的 走法規啦 所以不要擔心 還有長輩 我覺得大家都要教育自己家裡的長輩 因為長輩都是沒有在管 他們一直都在吃隔夜 然後重複了 非常不好 可是長輩都講不停 所以我覺得大家真的要回去管管自己的長輩 因為其實也是希望他們身體健康 因為長期吃都會出問題的 所以我現在都很嚴格 我媽只要冰冰箱 我就丟 丟丟丟丟 給員工做什麼樣的福利啊 或者是一些草莓 我們今年其實就有兩場海外旅遊 對 馬上就要去了 我們這搬完之後就要去了 要去哪裡 我們要去長灘島 還有復國島 對 然後五月要去復國島 所以我這次也在跟 Bick跟丫頭聊 就是說那明年我們是不是可以再 跑遠一點 還是要再多更多 例如說國內旅遊 或那類 但我覺得有一些是福利啦 因為這個都是很大型的支出 但我覺得這都是應該要好好的 靠賞讓人回饋 就交給 費用多少 也就是百萬啦 要看出情緒的舞蹈 用不同方式看新聞 看超人性VTuber爆新聞 直播線上即時互動 輕鬆有趣多元內容 3月16號起 每週六晚間9點 子午計畫VTubers 在三立新聞網